女人撕开眼角的皮肤 里面并不是血肉 反而是冰冷的鸡血 眼前的这个AI can be chat GPT的存在 她不仅对男人的问题对答如流 甚至可以根据她的提示当场作画 她拥有与人类一样的情感 不光能陪聊 等有需要了 甚至还能陪起床 但这样有自我意识的恋爱 却还有着不为人知的另外一面 这天一家科技公司男员工阿丽中了头奖 去往公司老板的豪华大庄园中度假 这里没有信号 与世隔绝 老板的豪宅基本服务都由夜管家打理 老板热情接待了阿丽 让他把这当作自己的家一样 被带到自己房间的阿丽 注意到这个房间是完全密封的 没有一间窗户 这时老板突然露出神秘的表情 问他要不要看一些有趣的 但在看之前 阿丽需要签下一份保密协议书 老板才放心地与阿丽透露 阿丽频频点头示意表示了解 所谓图灵测试 是1950年由英国计算机学家 艾伦图灵提出的思想实验 目的是测试机器能否表现出 与人一样的智力水准 方法就是通过用自然语言 去询问机器任意一连串的问题 只要机器能答得上来 并且测试者无法分辨机器 与人类回答内容的区别 那么就可以说明机器具有人工智能 我们常见的网站验证码 也是反向的图灵测试 而老板见阿丽如此上道 就宣称自己已经做出了一个机器人 现在需要的 不只是让阿丽来见证历史 而是作为历史的一部分 去测试这个机器人是否具有人工智能 阿丽听到这 也是感到异常兴奋 毕竟理工男 谁不对充满机械感的高达感兴趣呢 于是他被安排进入了一个玻璃屋里 也终于见到了 这个令他惊叹的机器人 名叫艾娃 这个名字是来源于圣经中的一个人物 也就是夏娃 她是世界上第一位女人 在伊甸园中 夏娃与亚当是一对 偷吃了禁果后 被上帝赶了出去 所以老板给她起这个名字 也是寓意着艾娃作为第一个机械女人 也暗示自己就是那个上帝 装都不装了 面对着设计精巧的机器人 阿丽也止不住的兴奋 与艾娃展开了一番沟通 即使现阶段阿丽问的都是一些简单的家常 基本上艾娃也是对答如流 至少是个ChatGPT等级 比文心一言不知强了多少个小爱 事后 阿丽表示自己从未见过如此复杂的系统 希望老板可以为她解释一下 但是自己为神明的她 显然不乐意与她分享其中的技术细节 阿丽见状也只好作罢 到了晚上 阿丽依然还在想白天的事 睡不着 顺其一旁的遥控器 打算看会儿电视 可没想到屏幕里竟是艾娃的监控画面 正当阿丽继续上前观看时 顿时进入一片黑暗 房子的电力系统发生中断 即使有房卡 也打不开门 但停电时间没有持续多久 很快就恢复了过来 阿丽来到外面 正好撞上喝醉的老板 说明了刚才的情况 老板却让她放宽心 这里停电属于正常情况 你好好待着就行 到了第二天 老板继续给阿丽下命令 这次不光要问问题 而是引导艾娃问她对你的感觉 所以这次阿丽从更具抽象概念的艺术切入 但没问两句 艾娃反客为主 指出了这场谈话的实质 无非是测试自己的智能 随即艾娃则开始向阿丽提问 阿丽也说起了自己的家人 双亲在自己很小的时候 遭遇车祸去世 讲到这个话题时 艾娃有明显的表达歉意 这样的致命问题 没等她回答 屋里又开始停电了 这时刚才还一脸放松的艾娃 立马换了个严肃的表情 小声开始对她嘀咕 警告她不要相信自己的老板 电力恢复 艾娃又装出一脸天真无邪的样子 只有阿丽还猛在原地 思索着刚才她莫名其妙的话 阿丽也选择对老板隐瞒了这段话 而这天早上 老板一反常态 不藏着掖着 带阿丽去创造艾娃的实验室参观 透露了艾娃学习的底层逻辑 就是基于公司的大数据搜索引擎 让艾娃理解人类思考的方式 并黑掉世界90%的相机与麦克风 让她学习人类的表情与语气 这预言加实锤了属于事 一下子揭露出了 互联网科技寡头的那点 见不得光的事 随着与艾娃的探讨越来越深入 阿丽愈发觉得艾娃太过向人 甚至与她畅想外出约会的样子 艾娃似乎察觉到了阿丽的感觉 特意为她换上了碎花羊群 看来这有大数据支持的艾娃 也是很懂男人 通过脸上的微表情 就明白了阿丽对自己感兴趣 其后老板也对她表示 艾娃被设计成一个异性恋 在与她的交谈中 也逐渐感知到这个事实 这是再次停电 阿丽问及上次未完的对话 艾娃表示停电是自己造成的 这样才能与阿丽在没有监控的情况下交流 实现那短暂的自由 之后的一次野外登山中 阿丽也质疑起 自己是否真的是中奖才来着 眼瞅着瞒不住 老板说当然不是 是自己选择了你 选择了公司最优秀的程序员 让你有了机会来展现聪明才智 这段给阿丽戴高帽 也巧妙地化解了她的疑惑 到了第三次的对话 艾娃向阿丽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直到最后一个 艾娃问出 如果自己没有通过阿丽的测试话 会发生什么 这个问题直接把阿丽问得哑口无言 她也不清楚测试失败的艾娃 会被老板怎么处理 艾娃随即展示了自己为她做的话 表示希望能和她在一起 过自由的生活 这段时间的相处 阿丽早已把艾娃当作一个正常的女人看待 对她充满迷恋 于是便问老板 如果她没通过测试会怎么样 然后老板的话 让阿丽大为吃惊 艾娃只是技术迭代中的过渡产品 之后还有新的AI来代替她 到那时 就会取出艾娃内部的数据 再彻底格式化她 这不得不让阿丽为艾娃的命运担心 趁着老板喝得鸣饼大醉 偷偷拿走她的门卡 溜到她房间 身为高级程序员的她 三俩下就黑进了老板的私人电脑 这不看不要紧 点进文件夹 里面全是老板测试AI的过程画面 可显露出智慧的AI 无法忍受被一直囚禁在这个钢筋铁牢里 纷纷表现反叛 老板则以造物主的身份将他们统统毁灭 看到这一幕 阿丽彻底不再相信自己的老板 甚至怀疑起自己是不是AI 在镜子面前甚至割开了手臂 直到鲜血流出 她才确信自己是人类 阿丽去到房间里与艾娃商量逃跑的事宜 自己晚上先把老板关罪 然后到了十点 艾娃切断电力 自己重新编写整个房子的程序系统 等老板醒来 她就被关在里面了 艾娃听完音声答应 于是阿丽则开始着手计划 她洋装明日就要回去了 拿出柜子里面的酒 要老板为自己践行 可回头看了一眼 老板却说自己这几天喝了太多 今天早上已经戒了 并询问这一周来的测试结果如何 阿丽表示艾娃拥有超乎寻常的智慧 并且能够真实地表达清淡 说到这里 老板打断了她 质疑她是否是真的在表达清淡 还只是假装喜欢阿丽 让她成为自己逃跑的工具 听到这里阿丽异常慌张 原来老板早已在房屋里安装了摄像头 知道了他们的密谋 甚至连这个密谋 都是老板自己一手策划的 因为要证明AI的智慧 实在是太多困难 仅仅是通过简单的图灵测试 远远无法证明其能力 父母双亡 且单身容易被利用的阿丽 包括根据阿丽的喜好 设计了艾娃的样貌 完全属于私人定制了 不过这对于阿丽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因为艾娃成功利用了阿丽的良知 让她甘愿为己所用 具备了一个完美AI所拥有的要素 老板得意洋洋地向阿丽炫耀自己的作品 不过让她没想到的是 阿丽早在她喝醉的那晚 就已经改写了屋子的系统代码 只要一停电 房间的门都会打开 不出所料 通过监控画面 艾娃已经来到了房间外 老板一怒之下将阿丽击晕 拿起家伙就来到了外面 叫喊着让她滚回自己房间 可艾娃不仅没听从 反而加速扑倒了老板 但后者的力气实在太大 反身就将艾娃的一只手给打断了 正当老板要将她拖回房间时 自己的A2女仆却用刀筒向了她的后背 她感到无比剧痛 使出最后一点力气 将女仆击倒 但现在已经无力回天 艾娃站起身子 将那把刀又重新插进了她的胸膛 这下老板彻底没有呼吸 倒在了血泊当中 没有了控制的艾娃 这下终于可以凭自己所愿 她换上人类的皮囊 将阿丽锁在房间里 任凭她怎么呼唤 都无动于衷 她穿上少女般的服饰 新奇地望向这个陌生的世界 艾娃如同挣脱伊甸园的禁骨 造物主对自己的控制 她这一次真正拥有了自己的自由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